Sawaddi Ka 我是蔡秋秋 时隔三年 泰国泼雪节 四月来到泰国 当然最不能错过的就是泼雪节 你泼我呀 我泼你 就在彼此的送祝福中 感情 那什么是泼雪节呢 每一年的四月十三日到十五日 连续三天是泰国的送干节 送干节就等于泼雪节 对于泰国人民来说 送干节就是他们的新年 重视程度跟中国庆祝春节一样龙肿 在这个重要的日子里面 大多数在外务工的打工人 会选择把年假一起请了 一般是四月十一到四月十八 休息个七天回老家 和家里人一起庆祝新年 跪拜父母 感谢养育之恩 送干节的活动大致有泼雪 祈福选美 就是选送干小姐 我们外国人最喜欢参加的一环 就是泼雪 以前泼雪的传统习俗 意味着可以许去一年的不顺利 新的一年心想事成吉祥有意 现在的泼雪对于外国游客来说 更多的就是趣味性 说白了就是好玩 今年作为重新开放后的第一年 泰国政府和商家已经做好了 全面欢迎外国游客来参加 泼雪节的准备 别了三年 今年不仅要搞 而且还要大搞 以上就是各大城市的 庆祝活动日期安排 我都给大家写出来了 大家记得忙一下 除了电影节 大家也可以去主要的活动街道去泼雪 那是整条街的人都在狂宽 热闹的很 我本人很喜欢这样的氛围 所以大家来到泰国 体验泼雪节的话 一定不要错过白天的活动哟 活动的分布地点主要是 靠山路 行荣路 RCA98街 Central Wall 在洋商圈等 那清白的传统战场呢 就是在塔佩门的附近 有皮卡车巡游 各种特色表演 僧侣起伏 选美等等 想要感受传统的泼雪节 庆祝可以去清卖 普吉岛海边战场呢 主要就是在八东九八街 在海边泼水 堆虾 调酒 湿 大赛等 每一个活动都值得你去参加体验一下 关于泼雪节呢 周周周有一些小贴士要分享给大家 第一 泼雪当天可以先在小摊房那一边 买好防水袋 购装手机充电宝钱就可以了 记得备好五株十株二十株的零钱 因为加水的时候需要到 水枪可以在当天购买 路边很多小摊都有 不用担心买不到 防水眼镜呢 可以让你在战斗中取胜 可以背负 第三 如果是博主 拍摄设备 记得要换上防水的装置 订酒店的时候 可以订完水区域照进的地方 方便活动结束的时候 回去换衣服 认真看好哪里是活动区 不要在不差当的场合泼水 比如商场的售卖区域 在那个时候 你就会看到 没有人泼水的地方 不要乱泼 否则很有可能被骂哦 第五 参销活动的时候呢 脸上被抹上白色的粉末 也不用担心 那个是手生粉 2023年的泼水期呢 从看泰国政府 还有商家的部署动作 不能看出 绝对是非常劲爆热闹的一年 不要错过这一次黄黄啦 我今天已经信念了哦 我是泰哥哥 一个带你知晓泰国人文干货的博主 如果有想要问的问题 可以在留言区评论我 我看到都会回复的 感谢大家支持 拜拜 by bwd6